边腿它在实战里面是最普及最常用的一种腿法 它可以举一反三的灵活运用 请看我做一下边腿的示范 在练习边腿的时候 注意一个发力要领 借用你的腰力提膝放胯 用你脚的背面去击打这个目标的位置 提膝放胯 我做一个完整的示范 然后呢 这个边腿它还可以翻为低边中边与高边 首先是低边 中边 前后高边 这是一个前边腿的一个发力的一个基本示范 后边腿它与前边腿一样 也翻为低边中边还有高边 有一点略微不同的是 后边腿的杀伤力要远远大于前边腿 前边腿是为后边腿作为一个辅助 前边腿呢 它是注重一个速度 后边腿它注重一个力量 请看我做一下基本示范 前边腿与后边腿互相结合 便形成了联合边腿 它可以举一反三灵活运用 请看我做一下 连环边腿的基本示范 中边腿的基本示范 好 下面呢我就介绍一下 鞭腿在实战当中的击打部位 鞭腿呢 它在实战当中多数以人体的 膝关节 腰部 或者是大腿的内侧 膝关节的内侧 或者是小腿的内面骨的内侧 或者是人体比较薄弱的环节 进步啊这种 人体整个人体的任何一个部位 它都可以作为一个扁腿的技术目标 或者是人体的腹部 所以呢扁腿在实战当中 它可以灵活运用变化多端